你一定要注意看了 以后家里孩子在想吃鸡翅了 放假在家里 你就像我这样做吧 焦香酥脆 咸香入味 真的是特别好吃 八块钱一斤的鸡中翅 先两面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然后放到啤酒里浸泡十分钟 因为啤酒里含有的蛋白霉 可以软化肉质 还可以去腥 烘碗里打上一个抛腹产的笨鸡蛋 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2000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都没能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惨了 今天给我点一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谢谢大家了 泡好的鸡翅 加上葱姜丝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好吃的关键 加上半包条好味道的蒜香椒盐粉 吃过很多家 还是觉得他家的味道更好 平时用它做椒盐排骨 椒盐大虾 都非常好吃 抓匀腌制十分钟入味 最后加上一勺干淀粉 半勺食用油 才是表皮焦香的关键 锅里油热把鸡翅下锅煎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焦香酥脆即可出锅 是不是非常简单 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